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3年6月19日下午5点30分左右 在五公里物装越野的比武场上 年仅31岁的边防团连长傅立志 晕倒在终点秀前 此后三天被送往医院的傅立志 一直深度昏迷 老公 我们刚才去看你 你知道吗 已经很晚了 我要睡觉 带你入睡 这是傅立志的妻子发给他的短信 然而这条短信发出后不到三个小时 2013年6月22日凌晨一点 云南省军区某边防团二连连长傅立志 却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的妻儿和战友 老公 老公 我们起来了 你起来没 在干什么呢 老公 你到天堂了吗 那边好吗 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的 今天给你买了一块表 你戴上一定很帅 以后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你永远在我心里 我一直都接受不了他 他做了这个消息 我还希望 我这话想到 我给他发展信 他能够回我 因为我们两个平时在一起 他别爱贪心 反正他每天最少 最少要给我打一个电话 睡觉之前 老公 我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你 希望有一天 在大街上能遇到你 到那时 我一定会抓住你 永远不会让你和我们分开 你没事 就到大街上溜达 等着我 六月二十五日 福里志牺牲三天后 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就在几天前 福里志还曾和妻儿 未定 等六月二十日 比武结束后 就带他们去连队看看 但满怀欣喜 盼望福里志 比武回来的这种模式 最终等来的 却是残酷的现实 亲人们再相见时 亦是阴阳相渴 妻子再也不能意味在 丈夫温暖而宽厚的胸膛 极度的悲伤 让他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年幼的孩子才两岁多 虽然他还不明白 什么是死亡 但是看到眼前的情景 他竟然双手拼命地握住耳朵 眼泪从眼角滑落 眼泪从眼中 应该是对的 愿望 愿望 一言 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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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儿有泪不清谈 但是这些蒸蒸男儿 却泪流满面 朝夕相处的战友们 不想让自己的好连长 就这样匆匆离去 听到傅立志牺牲的消息 这个傅立志资助的贫困学生 也赶来送傅连长最后一场 她的经历博和华博的学习 你知道这个消息是什么吗 我昨天在我台知道的 谁告诉你呢 她是我们的老师 她是我们老师告诉我的 她是我们的好战士 我希望她能够到另外一个世界 你能够过得更好 六月二十六日 傅立志牺牲第四天 边防团专门安排傅立志的妻子 刘成斌 带上孩子去傅立志生前所在的边防连看看 连队离团部驻地有八十公里 一路上都是狭窄崎岖的山路 此前傅立志总是说 连队的工作忙 一直没有机会带着妻子和孩子 到连队来 而这一次 跑了两个多小时的盘山路 傅立志的妻子刘成斌 心里明白 傅立志没让母子俩到连队来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她不想让妻儿和自己一样 经受一路的舟车劳动 承受边防线上的艰苦生活 满怀对丈夫傅立志的思念 妻子刘成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老公 你还记得吗 你说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丈夫 你说 你有天底下最温暖的怀抱 会一直紧紧地搂着你最爱的妻儿 不让外面的风风雨雨 吹乱我的长发 吃了孩子的衣角 这一天 刘成斌终于走进了丈夫傅立志所在的连队 虽然傅立志没有按时赴约去接她和孩子 但她还是要带着孩子来这里看一看 因为这里的一草荧木都曾陪伴过丈夫傅立志 那些像火一样燃烧的军旅碎月 妻子刘成斌为了和丈夫傅立志的约定 带着儿子来到了傅立志生前所在的边坊里 丈夫深深眷恋的连队究竟是什么样子 战友们对连长傅立志又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 军事机时正在播出终给现前的生命壮歌 都是连长带的病 都是带出来很优秀的病 这就是连队营趣 平时工作生活都是在这 这些每棵树都是她栽的 那边是办公区 然后这两边是宿舍 这些路就是她来的这个铺的 听二连的官兵说 傅立志平时最喜欢站在训练场上 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和大家一起搞训练 我喜欢去的地方训练场 不是搞训练的时候不是很严的 要求很高 标准很高 实际上 边防连队的训练场由于受到条件限制 并不是那么标准 甚至还有些简陋 但是建这么一个训练场 却凝结了连长傅立志的满腔心血 阿宁他所处的尊山巷完全是高山峡谷的地形 加上连队本身这个面积很小 他的训练场地非常受到限制 但是傅立志统治他不懂不考 这个连队周围的那些山头 这个山面的河谷 他几乎全部跑完 就在找一些石河训练的场地 连长来了以后 我们这个连队这个训练设施 也是这个还是这个落后一点 落后一点 连队里面都是这个积极的这个协调这个想办法 像这边这个三米高枪的话 都是我们这个友邻单位吧 检查站 然后他们这个在这边这个修房子的时候 然后设了一些这个水泥 然后砖块 还有一些红明铺这些 然后沙石连长都是这个跟他们协调 协调过了以后 然后都是带领我们一起 把这个三米高枪这个 这个提起来 他来了以后就是说在这个 我们修炼过程当中也是多次发现 这个水平横漆的话 晃动比较大 晃动比较大 然后都是这个发现这方面的话 可能存在这个安全 安全隐患 有这种威胁 然后这个是连长都是当时这个都是带领我们 然后当时带领我们这个一排鸡鹅吧 然后就是说这个在下面这个买了 买了这个钢管 钢管回来以后 我们看起这个都是连长他这个亲自这个 用那个电焊看接着 下面还有那个水泥 红凝土这个都打了 然后上面这个草还没长出来 像以前之前一些游戏新兵猎兵 他们这个下来以后 然后跑这个站的话 这个都是比较胆怯 在上面也不敢直起药来 晃晃的是比较害怕 下这个训练的话 自从这个两根管子焊起来以后 从心理上来说 没有以前那么那么害怕的 心里面这个还是比较 比较对这个还是比较放心的 正向傅黎智的妻子刘成斌所写的诗 这就是傅黎智深爱的连队 你说 你会用左手一直牵着我走下去 因为你要用你的右手 向你深爱的军队 进出你最壮严的军力 团力组织的爱寻精武比武已经结束 但二连的官兵们仍然按照连长傅黎智的要求训练 因为他们知道连长最看重的是什么 连长平时对我们的高标语言要求 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比武实施细则下来以后 连长就是当初给我们准备了 因为它上面当初讲的话是这个属于三十公斤圆木 然后我们这个像刚才我们跑的这一道 这个圆木的话就属于是五十公斤 我们这个团里面这个比武的时候 然后我们像这些就是属于没有这个穿戴装具 携带枪的 然后我们这个平常连长要求我们训练 都是所有这个装具在齐全 然后这个也是追着补枪 在这个训练场留下了太多傅黎智的影子了 而这段傅黎智生前唯一的视频画面 让我们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这是团里组织拍摄的一个训练教学片 当时团长亲自从十几个连长中选中了傅黎智 在决定当中 严决政府一级共产 暂时到达 我们要搞一个迎带领的防御战队科目 最后就选定阿联连长傅黎智 来担任组织指挥 就是考虑到他素质好 这里有傅黎智熟练的指挥 这里有傅黎智敏捷标准的电阻 这里有傅黎智坚毅的眼神 这里有傅黎智带领战士们精确打击的瞬间 像这样的边防直前 傅黎智他们往往在山岳丛林中 遭遇各种威胁 有时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 在工作中 傅黎智总是高标准 严要求 而对年轻战士的关心 却像兄长 像父辈 杨万里是个孤儿 入午后 傅黎智在工作和生活中 给他很多的帮助和关爱 他那种关心跟我爸一样 就要经常 在我爸在什么 就像他一样 他就像我爸一样 我爸 我做出什么 或者什么 他都会找我 他心 他一样 他在 就在生气 我的脚 在云露 打伤了 他也像我爸一样 拿着药 去拿着药 跟我擦 一直跟我摸 红花油 我摸透明 他一直还摸 这种 这种关爱 对呢 又再次得到 又再次失去 在二年 傅黎智留给战友 太多了 而战友的脑海里 也总会不见 连长的身影 有些时候就感觉 他就没走一样 也很怀念 很怀念 以前的 他在的时候 他的脚步声 我都很熟悉 我听脚步声 我就看到出来是他 说是有些时候 哪个战士 在脚步声 和他有点像的时候 我觉得 是不是他回来了 现在我也都是 在连队 我感觉在每个角落 每个地方 都好像能够 看到他的影子一样 经过他房间的时候 忍不住地 头就全微 我想看这个房间 永远看一样 那天晚上我就 真的梦见他 那天我梦见他 我在终点 我跑到终点的时候 我梦到他回来 梦到他回来 有人在喊 你一张回来 你们一张回来 这就是傅李智 在连队的宿舍 他曾经睡过的床铺 依然那么整洁 房间里的一切 还是他比午前 离开时的样子 妻子刘成斌 带着孩子来了 在连队参观的刘成斌 一直控制着 自己的悲伤情绪 但当他走到 丈夫的书桌前 看到一家三口的 合影时 刘成斌 却再也控制不了 自己的情绪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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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两岁多的孩子 并不知道爸爸的牺牲 意味着什么 他只知道 照片里的爸爸 还是那么可亲的 对着自己微笑 基本上我们三个 都没有在一起 合过影 那个 他去年休假的时候 应该那个是我们 家三口第一次合影 这张合影 被傅李智 摆放在每天 都可以看到的位置 他把太多的时间 和爱都给了连队 把自己对家人 那份深深的爱意 藏在了心里 我想到我心痛 想到他 上年老人 老人 其实才29岁 孩子三岁就这么了 是爸 你带他算不算 我也听你 我现在就是 担心他们 担心嫂子 担心他们家里在那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想 嫂子听到他 其实的消息是多么的痛 在傅李智的书桌玻璃板下 还压着很多照片 每一张照片中 他都穿着军装 每一个穿军装的形象 都很英俊 妻子刘成斌 最终带着儿子 看了看 丈夫傅李智 所在的连队 尽管不是傅李智 曾经和母子俩 约定的那样 一家三口 一起走过 但在这里 他更加了解了 丈夫过去的 那些点点地地 尽管这里 再也不会出现 丈夫挺拔的身影 但他始终感觉 傅李智 一直陪伴着 自己和儿子 陪伴着 想念他的亲密战友 离开边防连的时候 刘成斌 又以一首诗 向丈夫傅李智 告别 我们松枝绿的爱情 由千里 巅峰线上的青山 作为永久的见证 我不会孤单 放心吧 家里的一切 我来承担 因为 我是一名 均人的亲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